社會焦點來關心 基隆高中校門前中午驚傳槍響 轎車駕駛拒絕警方攔查 在加速逃逸的過程當中 不但倒車衝撞警車 還衝撞員警 造成一名員警受傷 而警方第一時間連開了六槍制止 一度還是讓嫌犯逃逸 直到傍晚嫌犯才落網 他表示因為無罩又改車才會逃逸 槍聲響車雲霄 大白天基隆高中校門口 突然槍聲大作 緊急聲四起 原來是有人拒檢逃逸 仲踩油門逃逸無蹤 還原案發瞬間 為了躲避茶器 在路口處大迴轉 眼間警車緊追不捨 先倒車衝撞 再往前撞擊路旁叫車 員警趁著空檔下車拔槍鶴令 但駕駛竟然繼續踩油門 衝撞警方再趁機逃逸 警方立刻連開六槍制止 第一槍的時候我以為是編號 出去看才知道警察開槍 槍聲大作一瞬間不但驚動校園 附近住戶也飽受驚嚇 遭莊員警則是腿部輕微插傷 鄰近的地方正是醫院及學校 為了怕自身危害 當機立斷開槍制止 事發在九號中午 警方隨機布下天羅地網 在傍晚逮到人 公車因為無罩又改裝排氣管 擔心被逮而加速逃逸 只是不管怎麼會逃 能躲不過法律的制裁 不僅要面對法律責任 還要賠償修車費用 從中脫序行為代價更重 記者猜者人 基隆報導 他不會停止不到 我選到 他們考慮了